这个是电脑版正宫包装机 这款是机械版 首先打开电源 看一下这个面板 第一个是集挺开关 第二个是真空时间 第三个是热风时间 第四个是增加 第五个是减少 这个是热风档位 我们先调那个抽气时间 按一下 这显示35秒 我们先把它调到20秒 减少 一直减下来就可以了 好了 再调热风时间 2.2秒 这个热风温度中温 一般正常都使用中温 调好以后 把东西放进去 这样摆好 小的袋子可以摆四个 放好以后 按下盖子 吸入 3.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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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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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3.3.29.3.3.3.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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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12.1.69.1.3.2. 3.1.5.2.4.3.3.4.1.1.3.3.2.3.2.3.3.1.3.12.2.1.2.3.2.3.5.1.2.4.5.1.6.2.1.3.6.3.1.3.27.4.1.7.4.3.5.2.6.4.3.2.ice.5.4.1.2.3.2.4.2.5.2.5.3.5 再来试下这个包装米砖 这个是五金砖的大米 同样我们可以把时间 这个大米时间可以少一点 大概15秒 先设在15秒 抽期时间15秒 这个带口有4层 我们热风时间加长 3秒钟 热风温度高温 因为这个带子有4层 所以温度达到比较高 这个转角的位置都有4层 好了 按下来 封口 好了 完成 这个就是包装效果 这个我们来看看机械板 这个机械板是旋钮操作的 这个是第一个是真空时间 第二个是热风时间 第三个是冷却时间 这个红色 这个是基田 这个是热风温度 这个是档位 这个只是这个真空表 我们先来打开电源 我们同样还是把真空时间设在 设在20秒 热风时间设在2.5 冷却时间设在3秒 设定好以后 我们东西拿过来 东西摆好 放进去 同样我们这种根据带子的大小 可以多放几包 摆好以后按下盖子 吸住来就可以了 这个是旋钮调时间 这个抽起来很硬 很硬的 好 我们现在抽水试一下 抽液体的 这两款机器都可以抽液体 这是机械板的抽液体 一般抽液体时间稍稍调长一点 我们先把时间设置在25秒 到30秒之间 这个温度不变2.5秒 冷却时间不变3秒 热风温度2秒不变 这个摆好以后 放下盖子 抽 抽起 看这个水会沸腾 沸腾起来 就是水里面的空气往外排 好了 封口 这个封口是相当平整的 这个是水 这个是水 这个是一包水 不会漏 很好 这个是机械板 我们电脑板也来抽液体包装一下 大家看看 设置真空时间 抽液体的时间设置在30秒左右 增加 我们设置在30秒 设好以后 按下盖子 按下盖子 背腾 背腾起来了 好了 封口 盖子打开 怎么样 这是一个电脑板 一个机械板 还有我们这个皮条上面有那个硬质的硬质功能 就是把这个皮条翻过来 这后面有排孔 把它芝麻装在孔里翻过来就可以了 这一排孔 这条也是 都有 翻过来就可以了 翻过来把它卡紧就可以了 这边是平的 这边是平的 这边是一排孔 芝麻塞在孔里 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机器边上有那个 贴一些注意注意事项的 是平的 这边是平的 是平的 我一边是平的